大家好,我是UP主中的小学生 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武藤的冒点和防守 武藤的终结技能只有速投一种方式 进攻技能有以下几种 1.加速快投 持球时,在加速过程中,按投篮键,会快速起跳进行投篮 2.转身速投 持球转身的过程中,按投篮键,会快速起跳 进行投篮 3.接球前突快投 在持球加速过程中,按住1技能 接球后,会向前突破一小段距离,进行投篮 4.接球后撤快投 无球时,无论是否加速 按住2技能,接球后会后撤一段距离,进行投篮 类似于长谷川 5.接球后撤短身 按住2技能,接球后再按1技能 投篮会变为突破 后续还可以接突破技能 算上技能自动的转身一次 一共可以转身4次 在这4次转身过程中,都可以接快投 再来看一下冒点 快投类冒点一样 包括加速快投 接球后撤转身快投 接球后撤转身快投 同时起跳就行 接球后撤速投锚点和长谷川后撤投篮类似 武藤后撤时,往前迈不跟上 后撤落地时起跳改帽 接球前突快投和腾针类似 冒点在前突结束的一瞬间 大招冒点 武藤的大招和其他人的大招有一点不一样的 就是没有慢动作 所以留给我们反应的时间比较短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冒点在武藤起跳到最高点 马上下落的时候 防守武藤和小田类似 武藤的投篮抗扰不高 对位球员以干扰为主 武藤捕球跑动举手要求时 观察他是否有加速状态 如果有的话 注意防范借球前突 没有的话 按借球后撤处理 球传到他手里时 不要着急起跳 随着他后撤的方向移动 接投篮就尽量盖帽 接转身就紧贴着防守 武藤持球跑动时 威胁比较小 注意他的转身别给他空位 武藤持球加速时 身上会有紫光 这个状态下 他只能在指定范围内使用快投类技能 即使跑到篮下 也无法扣篮上篮投篮 只能等加速状态结束 所以对位球员可以重点照顾这些范围 篮下交给内线队友 好了 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儿 点赞 关注 解锁更多茂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